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们一起杯葛了这一次的会议 这一次的杯葛行动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 后来民进党的立法院总召柯建民 他到会场来宣布 民进党党团在这一次的临时会 不会再提案修订地方制度法 杯葛的行动暂时的结束 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一次的杯葛行动呢 那是因为民进党这一次的强势推动的修法 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的法条修订讨论 它根本就是民进党政府从上而下 独断独裁的一字修法 这个攸关国土规划的根本大法 被民进党玩弄操纵 变成了搜刮政治利益的工具 民进党美其民要现世合并成为直辖市 其实就是要霸占财源 排挤原乡跟偏乡 这样不正义的国土规划企图 就是要让开发的西部更开发 让偏远的原乡更偏远 更贫困更荒芜 这次民进党主导修法的直接结果 就是国土治理的破碎化 极端化 这个修法一旦通过了之后 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平均地权的基本精神 也就彻底的埋葬了 民进党主导这次修法的目的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讲开了就是为了选举 民进党治国无能 是有目共睹的 当疫情一爆发 买疫苗还必须要靠民间的救援 碰到美国的莱猪 还有日本的核实 就只会卑躬屈膝的开放 不顾自己人民的健康 台湾明明就缺电 但是却从来不承认 等到束手无策的时候 就只会图力用电大户 却不顾民生死活的减压 限电断电停电 治国无能 只想巩固权力 民进党拿人民的纳税钱 操作公投 辅选地方 给党部还有立法委员 定了绩效成绩 然后再拿公堂给奖励 像这样独裁 专断 公器私用 物中无人的执政党 所提出来图力 自己的一致修法案 我们还要审理吗 这种只会粉碎 国土规划 偷渡政治利益的修法 我们还要为它背书吗 让我们一起来粉碎 民进党这个自私的图谋 彻底的来揭开 民进党独裁 垄断的真面目